HELLO 大家好,我是朵莉兒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平常看的韓劇 然後也就是最近我在Follow的韓劇 那最近我在Follow的韓劇就是 Oh! 我的鬼神君 那這部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因為這題材就是感覺很有趣 然後男女主角的感情呢也非常的少女心也非常的夢幻 就是我覺得劇情很不錯 而且我覺得韓劇很厲害的地方是 你會意想不到它的結局或者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呢我覺得最近最好看就是這一部 而且呢我覺得我每看一部韓劇 我就都會覺得說 喔!呆區角好帥啊 或者是 喔!佩佳好帥喔 因為呢就是她們的個性啊 然後她們的演出的特質就是 世界上就是真實的生活上缺乏的 所以呢女人呢只能看韓劇來撫慰自己的心靈 好可憐喔 對然後呢 反正最近我就看了這一部嘛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叶行書聲 然後它是李准姬演的 那純粹只是因為我覺得李准姬的演技很好 然後它又長得很美 所以呢我才看這一部的 而且它就是那個 欸那個 漫畫改編的 然後我沒有看過這個漫畫 但是就是我看了這部戲知道是 漫畫改編我就去看那個漫畫 但是呢我完全看不下去 所以我還是就是慢慢的照著它的劇本的走向 然後看下去這樣子 那我覺得 反正這就是我最近看的兩部韓劇 對然後我身邊的朋友呢 都沒有半個可以跟我討論的韓劇 我覺得非常的傷心 因為我非常的需要那種 就是那種可以跟我一起討論 說欸你有沒有看上去 有沒有看什麼什麼都在跟我討論的 對因為我身旁的朋友 他們看韓劇的速度都非常的慢 可能還在看上上部啊 但是我是那種就是屬於現在 真的連載什麼我就看什麼的人 那每看每到禮拜天一看完之後 我心情就非常的憂鬱 我覺得 要等一個禮拜也太久了吧 相信呢看很多韓劇女生都會跟我一樣的心態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我懂你 對所以呢就是希望呢大家可以跟著我的腳步 一起看韓劇跟我一起討論 好那 嗯 就這樣啊今天比較簡單就是 純粹的分享一下我平常看的 希望今天的分享大家會喜歡 有任何問題呢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 然後 喔不是 有任何問題呢記得在影片底下留言給我 或者是我的粉絲團留言給我 然後 喜歡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 有任何問題呢記得在影片底下留言給我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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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